《创世记》第五章 以下是亚当子孙的文字技术 上帝创造人类的时候 使他们学似他自己 他做了男人 也做了女人 并赐福给他们 称他们为人 亚当一百三十岁时 生了一个儿子 他儿子的形象跟他一模一样 他及儿子起名叫塞特 塞特出生后 亚当又活了八百年 并且生儿育女 亚当一共活了九百三十年就死了 塞特一百零五岁时 生了以罗斯 以罗斯出生后 塞特又活了八百零七年 并且生儿育女 塞特一共活了九百一十二年就死了 以罗斯九十岁时 生了该男 该男出生后 以罗斯又活了八百一十五年 并且生儿育女 并且生儿育女 以罗斯一共活了九百零五年就死了 该男七十岁时 生了马力烈 马力烈出生后 该男又活了八百四十年 并且生儿育女 该男一共活了九百一十年就死了 马力烈 马力烈六十五岁时 生了雅烈 雅烈出生后 马力烈又活了八百三十年 并且生儿育女 马力烈一共活了八百九十五年就死了 雅烈一共活了九百六十二年就死了 以罗六十五岁时 生了马土撒拉 马土撒拉出生后 以罗与上帝保持亲密关系有三百年 并且生儿育女 以罗一共活了三百六十五岁 一直与上帝亲密同行 有一天他不见了 因为上帝把他接走了 马土撒拉一百八十七岁时 生了拉麦 拉麦出生后 马土撒拉又活了七百八十二年 并且生儿育女 马土撒拉一共活了九百六十九年就死了 拉麦一百八十二岁时 生了一个儿子 他及儿子起名叫罗亚 因为他说 这地已经受到上主的助纠 愿他使我们从工作和奸地的劳苦中得到安慰 罗亚出生后 拉麦又活了五百九十五年 并且生儿育女 拉麦一共活了七百七十七年就死了 罗亚五百岁时 生了闪 含 和 瓦佛